巴西群王比利辞世,享受82岁 拜登赴家族传统度假地 似乎已决定定选美国总统连任 欧盟卫生机关表示 不必要强制筛检来自中国旅客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12月30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素贞 巴西群王比利的家属今天表示 巴西群王比利已经辞世 享受82岁 比利的死因为大肠癌恶化 导致的多重器官衰竭 比利从三度赢得世界杯冠军 他被认为是足坛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当今球星姆巴佩、梅西、西罗等人随即发文哀悼 巴西政府也在当地时间周试 在官方公报上宣布即日起哀悼三天 比利在2021年9月接受结肠癌手术 术后接受化疗 此后病情一度反复 今年11月29日 比利因出现全身肿胀入院治疗 12月21日是院方最后一次发布公告 称比利病情恶化 比利1940年10月23日在巴西东南部出生 小时候曾在街上卖花生 帮助赤贫的家人度日 随后跃升现代史上最伟大 最知名的运动员之一 他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 三度夺得世界杯冠军 是史上唯一一位打此成就的足球员 1999年更获得国际奥林比克委员会 选为世纪运动员 美国总统拜登和家人 抵达加勒比海的圣克罗伊岛度假 且据知情人士说法 拜登基本上已经决定要竞选下一届总统连任 此前拜登政府高层就认为 这趟圣克罗伊岛之行会非常重要 将在决定拜登政治前途上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拜登仍打算与家人商量竞选连任的利弊 最近与他讨论过相关议题的人士表示 这件事基本上已经做出了决定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留在华盛顿的拜登幕僚 正在加紧准备明年年初发表的 总统国情资文演说稿 并且这次演说的内容被视为是替拜登连任选战 立下可能竞选主题与政见的机会 此外拜登的团队也正在为他几个月后宣布竞选连任做准备 除非出现不可预期的事件或拜登突然改变心理 才可能有变卦 中国明年1月8日正式开放国境 有鉴于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 且确诊人数在防疫政策松绑后有上升趋势 美国、日本等国近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入境筛检等管制措施 但欧盟卫生机关周四表示 尽管中国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他们仍认为不必要强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接受筛检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表示 基于欧盟经济区民众免疫力较高等原因 目前并不认为中国病例激增会影响到欧盟内部的流行病情势 因此该中心认为不必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筛检和旅行措施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下周见 在此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